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猫头鹰可能在很多人的感觉中是一种很不吉祥的鸟类 因为它们的叫声恐怖,而且是夜里出来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老猫头鹰把小猫头鹰哺育长大之后 就会被小猫头鹰吃掉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? 今天小编为你解惑 这只不过是以鹅传鹅的说法 真正的猫头鹰在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 自己就会飞走 大概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 老猫头鹰教会孩子怎样觅食 小猫头鹰学会了本领 就不需要妈妈留在身边了 这就是猫头鹰的育儿方式 这样能够很好地给小猫头鹰锻炼的机会 毕竟在残酷的大赞中 适者才能生存 每只猫头鹰都要承担起自己的生存责任 其实大赞中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感觉真的很心酸 有时候人类尚且成年之后 都不能完全脱离母亲的避风港 而猫头鹰却必须这样做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